《人性的弱点,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是大二卡内的Dale Carnegie 于1936年出版的一本经典书籍。 该书主要探讨人际关系和沟通技巧,目的是帮助读者改善与他人的互动,提高个人和职业的成功机会。 虽然书名提到了人性的弱点,实际上,书中更多的事教导读者如何善用这些弱点来建立和谐和有益的人际关系。 支持本频道,请免费订阅,点赞,按下铃铛及全给你的朋友,谢谢你。 内容主要描述,书中卡内机描述了几个核心概念和技巧, 包括,避免批评责备和抱怨,人们通常不喜欢被批评或责备, 这会引起负面的情绪粉淫。 因此,避免这些负面行为有助于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 诚心诚意地赞赏他人,人们喜欢被认可和赞赏。 这种正面的反规会激励他们继续做好工作,并对赞赏者产生好感, 激发他人的渴望,了解并关注他人的需求和渴望, 并以此作为沟通的基础,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和说服他人, 真诚地关心他人,展现真诚的关心和兴趣, 能够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因为人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关心是真实的。 以他人的角度思考,试图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感受, 这有助于更好地沟通和解决冲突,与人性弱点相符吗? 人性的弱点,确实触及了一些人性的根本弱点和需求, 例如渴望被认可,掩护批评,喜爱正面的关注等, 卡内基的方法并不是直接攻击这些弱点, 而是教导如何利用这些心理特点来促进更好的交流和互动。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书中所描述的内容与人性弱点是相符的, 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要克服人性的弱点, 卡内基提供了几个实用的策略,自我反省和认知, 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并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练习积极极沟通技巧,通过练习避免批评,学会赞赏他人, 真诚地关心他人等技巧,逐步改善人际关系,提升情商, 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再理解和管理情绪, 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持续学习和改进,定期回顾和反思自己的行为, 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改进与他人的互动方式。 成功基率,成功克服人性弱点, 并改善人际关系的机率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个人的意愿、努力程度、情商水平以及环境影响。 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完全克服这些弱点, 但根据卡内基的经验和书中的案例, 持续运用这些技巧和策略, 大多数人可以显著改善他们的沟通效果和人际关系, 从而在个人和职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好了,这条片到此为止,下星期再见! 感谢你观看此影片,如喜欢此影片,请免费订阅, 点赞,留言及传阅,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